那一个大专院校9月15号也要陆续开学了 但是疫情发展有升温的趋势 加上开学之后紧接着就是中秋四天临假 到时候可能会有家长跟学生开始南北大挪移 对疫情埋下隐忧 部分大专院校超前部署 包含国立中心大学跟彰化示范大学都已经宣布 开学之后要改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 图令疫情再升温引发民众忧心 接下来各大学预计9月15号后陆续开学 紧接又面临四天中秋连假 部分大专院校超前部署 像是台中国立中心大学宣布 10月3号前改采线上教学 考验到国内的疫情还在持续 中秋节的这样一个连续假期的一个 人潮的移动的一个情况 学生们老师们都还没有接种到疫苗 只是线上上课再怎么说 不比实体上课来得好 有学生担心影响学习效率 没办法跟老师面对面 有很多问题也不方便当下就问 当然还是会担心 因为他家都从各地回来 除了中心大学 亚洲大学也决定10月10号前采取线上教学 其他像是静怡 冯甲和情义科大 则是维持实体上课 另外在彰化县的学校 张师大也宣布要采远距教学 而明道大学和建国科大 实体和线上并行 大业和中州科大则是还在演绎中 还不如延后开学 或是给一个比较完善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加签课程的季节 有些实作课的话 就是如果线上教学的话 就会上不到 学校考量疫情发展 而且学生来自全台各地开学后 校外住宿环境掌握难度高 而且又遇上中秋四天廉价 势必增加人潮跨区移动和群聚风险 大学实体或线上真的得考量 再考量 解谈彰彰化 算不合不倒 有的时候 我已经被讨厌